我觉得这六位当中 我自己呢 是还蛮看好飞的 但是我觉得气势 我贪亚是一种可能的 第四名作品 我觉得每年都很可怕的一个奖项 是因为呢 这个奖项 他每位歌手的知名度都太高了 然后每个拥护者会互相 就是大家不要这样骂一骂去 我们今天请专业的音乐人 来告诉你为什么 谁可能会得奖好不好 大家先息怒好不好 如果我们没选到你选的话 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留言 然后你爱怎么样留 就随便你好不好 我们先来看 因为我原本我预期 我希望有人可以来刷新 金曲的新纪录就是 你说蔡小姐吗 对 这位姐姐 她可以成为歌后中的歌后 因为目前她跟阿妹的纪录 是打平的 就是3比3而已 就是3比3 对 那她能不能就是真的拿下冠军呢 她本人是说 就是平常心这样看待 但是她也很期待 如果可以得奖 有奖 干嘛不拿 当然啊 对 有奖 干嘛不拿 我觉得就是做一个好音乐 她当然对自己的信心度是很高的 那就要看我们两位 会不会得罪 得罪姐姐了 不要说得罪啦 你也知道 反正你也知道 奖项就是如此残酷 总会有一个人要跳出来 那当然我们还是会有自己 觉得心头好 其实我觉得这六位当中 我自己呢 是还蛮看好飞的 你现在先点出她 所以她是你觉得最有可能得奖的 我自己觉得她最有可能会得奖 其实我觉得飞这样做的 真的很精致 而且就是在玩 因为其实她一样是纯粹在走 电子这一块的领域 但是她融入很多世界音乐的元素 放在里面 然后从第一张专辑那个声响 你就会觉得好像是有一种 女娲捕天 或是就是大地之母要来听的感觉 那个就是很多那种很辽阔的声音 在你耳边这样咻咻咻咻来去 然后她的声音表现也是感觉说 她很有企图性 想要完成不一样的流行歌 应该说其实有点超越那种流行歌的东西 然后其实里面有一些编曲 你会反而会想到以前早期在听FRI 像什么千年之恋啊 那种很异国感的那样子 那是什么时代的歌 大概是十几年之外 对 那我会觉得 因为她这次也是一样做制作 自己是制作人 那找来三位制作人一起合作 包含像罗绿敏啊 陈君豪等等的 然后所以我觉得 就是大师啊 对 其实就玩出很多很有趣的音乐风格 所以你说其他专辑都不是大师 当然不是这个原因啊 当然其他专辑都很棒 那我只觉得她的那个突破企图表现 其实会让人家更眼睛亮亮 就会觉得好像可以颁给她的 我自己觉得啊 今年的气势来看的话 我当然私心是投给废 其实私心是投给废 但是我觉得气势 我参加的也是有可能啊 第四座 因为我都会觉得 哇 这张专辑 让她一次入围的巴箱 那个气势感觉就好像 她是要来拿女歌手的 就是那个气势有做起来 是 对 然后加上因为其实这两年 大家都被疫情所困嘛 那这是这张专辑 真的是以疫情为灵感的作品 对 专辑叫Depart出走 其实就有点符合我们现在的心境 就是说我们被困在这个国 这个岛内 大家都很想要赶快买一张机票飞出去玩 那你看她的开门曲Bluberg 轻鸟就象征了自由的意义 它其实是有连贯性的 所以基本上她的这一次的整个概念 我觉得就是完全符合在我们疫情 当下的一张作品 那当然蔡健良的歌唱功力 本来就是一直都很表现得非常非常好 然后我觉得这张专辑 又回到她过去那样子 有点都会迷谣的风格 就是因为前两张玩 也是玩一些电子乐的内容 所以这张又回到了 有吉他最纯粹的一些歌声 然后加上世界音乐的一些编曲铺陈 那展现出最纯粹最真实的Vocal 有点翻譜归真的感觉 有点 感谢观看